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天们朋友们大家好 又是我帆包 又到了晚饭时间了 开始做饭 从冰箱当中呢 翻出这一条鱼 这个斗肠 大叶肠 这个不知道什么时候买的了 要清蒸了 肯定不行了 那鲜味已经没有了 那不拿来煮吧 用盐盐盐盐盐它 再撒上一点这个花雕酒 这一条鱼一斤多 稍微有点可惜了 放在冰箱里面那么长时间 都没注意到 好了 让它延伸20分钟 用平底锅剑 来点油 所以不需要煎太长时间 两面呢 两面呢 稍微煎成金黄色就可以了 最后呢 还要加白的一样去煮 好可以了 盛出备用 锅中剩下的油呢 爆香这个大蒜 爆香之后 加这个番茄 然后加少许盐 杀出它的水分 这几个番茄好像营养不良 没什么水分 加点开水吧 加少许糖 来点胡椒粉 丢几片酱下去 来点米醋 再来点这个番茄酱 巩固一下它的颜色还有滴味 然后将这条抖昌鱼回锅 调至中小火 盖上锅盖 以中小火慢慢煮它四五分钟 然后开大火让它熟制 熟的差不多的时候呢 就可以出锅了 接下来呢用蒜蓉炒这个南瓜苗 这南瓜藤也太扣了吧 炒了那么多 炒出来才剩的这么一点点 喝个几两 围绕一下自己的厨艺 来 看这块鱼哦 多少有点浪费了哈 用来这么做 这鱼呢要是新鲜的话 最八大做法就是琴针 那些已经不行了 放在冰箱里面 太长时间了 太可惜了 现在是傍晚的七点钟 让你们看看这里的太阳 多么的猛烈 总做的那个咖喱鱿鱼 还剩一点 然后饭吃特别香 当然这个咖喱鱼汁呢 我都可以吃两碗饭 特别像这个小米辣 就这么八道了 那个南瓜腾我就不吃了 炒出来只剩那么一点点 就给家人吃吧 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的月子 有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呢 可以点赞 关注 留言笔的话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